部長好 委員長 是 部長 我想今天很多媒體朋友都很關注喔 那可能大家會對於是說 台灣在這一波防疫非常成功 但是怎麼我們的口罩外交突然變成是這個 華航改名與否的爭議 這個過程中的誤解或是過程中的焦點模糊 您會不會覺得是說有被模糊焦點的狀況 主要應該還是要來針對我們口罩輸出 援助國際這個聚焦 當然 那這一次我們送的 可以清楚 那這個當然社會的討論啊 政府也是要尊重 要聽到嘛是不是 要聽到民眾的討論的心聲 那我先請教這次我們送的國家 我們口罩送出的國家 有哪一個國家誤會說 這口罩是從中國大陸來而不是中華民國來 有就是 哪一個國家 我們送人家口罩 人家國家還誤會說這個是中國大陸送的口罩 對有民意代表跟媒體的報導 有報錯 接送方耶 對 我說接送方哪一個國家 可能是媒體喔 部長 嚴重了 我們把我們現在最念之在之民眾十四天九片的口罩 竟然內都送給別的國家 結果別的國家還誤會 以為那個是中國大陸送來的 對 哪一個國家來 我請同仁提供一下 就是有一些國際的報導 包括 我們現在也才送了幾個國家 媒體的記者 很多 是嘛 那我們很多有幾個 歐美啦 各方面的國家現在都南亞 甚至 對啊那是哪一個國家 還誤會台灣的好意 誤會中華民國的好意 還以為這個是中國大陸送來的 是有這樣的報導 我請同仁提供資料 部長你又把它推到是媒體的報導 我剛以為是你要報內幕說 哪一個國家誤會是 中國大陸送來的不是中華民國 就你現在又推給媒體 對媒體的報導 然後當然就會影響社會的認知嘛 部長所以我想第一 我相信啦 本席相信沒有一個國家那麼白目啊 就說明明收到台灣 台灣 送去的緊急醫療物資口罩 還誤以為說這個是中國大陸送來的 我相信應該不會有國家那麼白目 那如果真的有 那代表我們外交部 我們交通部 我們相關的官員都失職 溝通聯繫了半天 居然讓別的國家以為這個是中國大陸送來 不是中華民國送來 所以這個是第一個部分 那如果說既然沒有國家被誤導的話 那我們為什麼現在要在疫情 那麼嚴峻的時間 還在針對華航改名這件事情 跌跌不休咧 我先回應委員 是有媒體 其他國家的報導 引起國際的誤會 是嘛 那我剛剛 那我剛剛 部長我剛剛開中民意 我的問題是說 哪一個國家誤會了 不是講媒體 但是您先 報了一個料 說有國家誤會 所以你等一下你會提供資料給我嘛 那另外 我又說 如果不會有 也有報導啊 我們國內媒體有誤會 以為台灣送去的口罩不是台灣送的 有報導國際媒體的誤會 是嘛 所以部長 不要在這邊跟我講 這個媒體的部分啦 來 我再來說 媒體的影響力很大耶 是啦 部長我再來說齁 您昨天的臉書本席也有看到 本席針對您說要 針對哪一個組織政黨這邊 在比讚達這個嘴炮沒有 沒有沒有沒有想法 但是本席注意到啊 你開中民意講第一句話就說 華航成立至今60個年頭 這不是社會上第一次提起改名的爭議 對不對 對 那部長請教喔 您身為這個交通部的大家長 您知道為什麼過去 我們一直有社會有討論過說 華航要改名但到時候都沒有改成的 主要原因是什麼 原因當然很多啦 不過這一次我們台灣防疫成功 被世界看見跟肯定 我們甚至圓外 對啦 主要原因啦 但是卻造成很多的誤解 這個引起國人的注意 部長我在問A你就答A嘛 我跟你說 你說了過去60年頭都有改名的爭議 但是社會上不是第一次提起改名爭議嘛 那只是到時候都沒有改名成功啊 現在都還是中華航空公司啊 China Airlines啊 請教 就您了解為什麼改名沒有成功 其實到底為什麼 原因當然很多嘛 那也有一些是有成功 有一些沒成功 有一些到底有沒有改 我是說華航啦 到底請不到什麼程序 來部長我這樣直接請教啦 是不是因為說改名的成本真的蠻高的 成本就是看你嘛 你對台灣代表台灣 還是中國代表台灣這件事情 你的重視程度到什麼樣 這個是叫社會溝通 我們當然要形成共識 中華航空公司是我們中華民國 最大股東這個是肯定的嘛 來我們昨天很多委員都有跟交通部這邊請教說 相關的這個意見啊 我們秀一下這個交通部民航局這邊給我們的資料 民航局這邊有提到喔 第二點 航權的部分 可能會有相關 第二點 機場時間帶 可能會對於如果說改名的話 可能會對於公司營運穩定造成重要的影響 航班異動造成旅客的不變 這第二個成本 第三個成本喔 他說其他重大影響部分 包括文件 合約變更等等 保守估計會耗費11億元以上的這個成本 所以是不是因為這一些成本造成有可能 過去本來有討論 但是到最後不了了這個主要原因 其實這些行政的成本喔 是其次啦 因為這個社會經過討論 如果覺得用台灣或相關比較不會引起誤會的名稱比較好 那社會討論有共識 那部長我請教您自己 您個人對於華航改名這件事情 您的立場是什麼 我基本上是支持 你支持華航要改名 對 因為避免引起誤會 改成什麼樣的名字 這個社會可以來討論 不是 我說問你個人嘛 你自己有沒有偏向比較喜歡的名字 我尊重社會的討論 那我認為這樣一個重大的問題需要凝聚共識 是 那你問我個人 你覺得 我個人是支持啊 改成什麼名字都沒關係 但是就是要改名 要有台灣的識別 避免跟中國混淆 引起全世界的誤會 現在 導致啊 我們要 好 這一個 打壓我們的中國 結果 我們卻代表中國去圓外 是 副長 我想 兩千三百萬人共同的共識 都是拒絕中國大陸的打壓 這點不分 朝野不分你我 不分黨派不分色彩 大家都是一致拒絕中國大陸打壓 這沒有問題 那就要採取行動 來避免他的打壓 沒有錯嘛 但是現在我就講是說 不要 我們自己去混淆了 然後就說人家打壓我們 來部長 部長 這是我的時間 委員您問我的就是說 軍事器的問題 過去沒有打壓的問題 現在也沒有打壓問題 我們自己要點自信嘛 所以 本席在今天會做臨時提案喔 我會提到 如果說未來 真的有任何的改名 因為執政黨現在政治意識形態 而造成改名 所衍生出來的成本 包括說 這11億元 或是說航權的分配 或相關的部分 都要由執政黨這邊 或者是改名的這個 這一方來負責 交通部 本席特別要求 交通部 我們相關行政機關 絕對不能編列任何的預算 去支應這一個相關成本 部長您認同嗎 我不認同啊 什麼為什麼 沒有 如果社會有共識支持 不是 部長 我們國籍航空 可以代表台灣的識別 來部長 我們就是要支持啊 部長 你來看一下第四點 你們自己怎麼回我 你說政府支持開放性討論嘛 但是 華航是上市公司 基於公司治理 所以說要尊重股東的意見 為乎相權益嘛 所以 問題 你現在又把這個 改名與否的問題 丟給這個華航的股東會 所以 如果說 你今天是尊重股東會的話 股東會要怎麼決定 怎麼可以股東會做決定之後 衍生的相關成本 交通部要來買單呢 跟委員報告 這個問題很多層次 有行政的層次 要依法辦理 也有政治的層次 不是嘛 你回答我 部長 你現在 這個是民航局給我昨天 給我的資料 是告訴你這裡有不同層次 這個資料你有沒有看過 得利弊得失 這個資料你有沒有看過 誒 說實在我沒有詳細去看他 因為 這個是屬於行政層次 民航局給我們的資料 我們的部長沒看過 這樣民航局好意思拿出來 國際航空運用台灣的識別 這個不只是行政層次的問題 局長你這個資料都不給部長看 你就直接送過來啊 他當然有給我看啊 可是我一看就知道 那你剛剛有講說沒看過 他是民航局長他只能決定 好 民航局有關依法行政的事嘛 好 部長 那我們立法院喔 是立法的耶 好來部長 還可以做成決議喔 部長來來來來來 如果委員支持 我現在請你連署 我們 部長你這樣子真的尊重國內的意見嘛 來 你自己看你的第四點 第四點講說 交通部是因為華航是上市公司 之於公司治理 要尊重股東決定 換言之 現在如果是上市公司的話 股東都決定要改名 任何人其實都沒有資格去做 調整嘛 不是行政部門 不是立法部門嘛 那如果說今天真的股東權益要改名之後 交通部為什麼可以編列相關預算 就cover他的成本 也不行嘛 所以重點在於 本席今天就強調 防疫期間 我們不要操作政治議題 不要操作政治意識形態 如果說未來華航真的因為股東自治 股東治理 而有任何的改名 不管是後面有沒有 執政黨的黑手去操弄 如果真的改名而衍生的成本的話 本席要求交通部不能編列相關的行政預算 來去支應這樣的改名而衍生出來的成本 部長你可以同意嗎 我覺得你講的沒有道理 為什麼 這個如果立法院有共識支持 行政院有預算編列 然後也接受公司去理的程序 去給一個現在的半民間公司 去給一個現在的半民間公司 來增加成本 我覺得部長你這樣子就變成 你企圖把一個這麼高度 部長你這樣就枉費了 你是一個交通部門 我國全國交通部門主管機關 這個當然是 我們現在都沒有討論政治意識形態 但是我討論是 依法論法就是論事 所以我希望部長 回去再做一個研議 而且確認一下 與法您這樣是不是站得住腳 感謝部長 好 謝謝